历史上的今天 1820年 缅因州成为美国第23个州 1848年 匈牙利革命爆发 半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1906年 劳斯莱斯公司成立 1917年 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破 月二月革命的压力被迫退位 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结束 1922年 弗阿德一世就任埃及国王 1961年 南非登出大英国协 2000年 马来西亚航空85号班机卸货时 机上被中国化工建设大连公司谎报 为无毒八抢击奎林固体粉末的草稀率发生泄漏 是五名装卸工人中毒 2003年 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 古锦涛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继续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乌邦国当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019年 纽西兰发生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 造成50人死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